您好 我是以摩托杂志的白皓宇 怎么是你 我不是说 要接受采访吗 我愿意接受以摩托杂志的访问 唯一的条件是 要求和白皓宇副主编 进行一对一单独专访 可以的话 今天下午两点见 是 如你所见 我就是迪外奈 其实世上 没有永远的秘密 就像我的身份一样 总有一天要划刮 可不再划刮网 我觉得挺划算的 不只是离婚者 还有朱英 雅琳 韩雪 美丽 林郝 胡盛 还有你 用我一个人 来换取大家的笑容 我觉得 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划算的 丽一幕 不如你现在的情况这么关键 也让我见死不咎 走不到 其实说实话 我最开始的想法 是想要李慧珍来公改我的身份 要是问来想想 他绝对不会同意我这种欺身小悟 完成大落的心意 我真的很害怕她在我妹妹前哭 她一哭 我就不让她走疤 所以副主编 托你了 不行 我不同意 你没有必要这样牺牲自己 交给你了 白副主编 你一定可以的 李莫头一定会冲归第一 加油 林一梦 真儿啊 你不会生气了吧 我跟你讲我真没想瞒你 就那林一梦我跟你讲 一而栽栽三地跟我说 就不让我告诉你 要让我为她保守秘密 你别生气啊 我去的不是这个 她走的时候有跟你告别吗 她走了 她走了 但是有没有跟你告别过 就 那天我们俩偶然见了一面 然后她就跟我说了一嘴 这也不算告别吧 小气贵 小气贵 认识我真好 还说你是我哥 真的是 黎沫 告诉所有人就是没告诉我 真的 真的是你这个人 你这个骗子 你不是我哥 你去哪儿了 你在也不是我哥